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次是1997年对不对 对 那次展了一件在那个群展中展了一件作品叫做再会把春秋阁 对 这次重新组装重新出发 你怎么看待这中间的转变 我想就是有一种感怀就是好像误患心仪 然后好像又跟温妮是重逢了 但我希望这次别说再见 所以我有对这个作品有对我30年来整个很深情很深情的回眸自己看自己的创作 但是事实上我每隔10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挑战自己 就是我觉得一个艺术家最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 或者他的使命就是他必须去回应这个时代 因应反应不同的时代精神 所以我几乎每10年我就做了一次的变革 那就是因为要去因应这个时代 包括自己解决某种创作上的瓶颈 但基本上我有一个永恒的议题是不变的 就是艺术家的终极关怀 就是一个影艺的象征 像那个say goodbye 就是离别这个意象 爱已死 大概就是我最近的主题 但是它的背后其实也谈到一个浪漫的国家的想象跟憧憬 其实你对这个议题 怎么讲 用不同的角度来关心他 比较早期的时候 你其实是个画家 你做了很多的作品 都会跟台湾的社会政治的转变有关 一些批判性的角度 然后慢慢的 我记得你转向了摄影 摄影加上复合媒材 巨大的画框 然后到了这个阶段 你用了非常多的数位影像 我其实有一点想要知道 在这个转变中 你对于某种程度 你把自己据于画家 又是一个摄影师 之间你怎么看到这两者的变化 因为我发现你在你的作品里面 总是有很多层次的现实 你怎么看待你作为艺术家 你跟现实的关系 然后媒介扮演了什么角色 事实上我认为我是在台湾 做创作艺术家里头 对媒材的应用是相当 让我很有自信的 就是说我从很早的时候 介入了媒材 媒材好像我们最早在这边展览的 18年前在这边展览的 再也会把春秋葛 它的皮就是一个漆皮 油油亮亮的 事实上我对油油亮亮 包括现在用到的皮膜 乳胶 包括这一次的录像 就是那个水手服 它其实白色的漆皮 还有我所有的金服 有的是金葱布 就是油油亮亮的 这是一种精神状态 我喜欢某种就是 其实我的美鞋 有一种假假的精神状态 那它有一种 它有一种很吊诡很吊诡的 心理状态 就是让人家 其实就是会有一种 不安的感觉 那对于你来讲 绘画不足以呈现 这种针于假 这个部分也要说一下 你怎么看待现阶段 你怎么处理现实 真实跟虚向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漫长的美术史 人类视觉其实是一种 很坏的习惯 就是洗心研究或建议时间 那事实上 这几年来的 在世杰美术上的大要件 就是电脑的变革 电脑的发明 但是在这里 我就比较有趣的是说 我从2000年去拥抱电脑 后来我到了 2001年做录像的时候 我慢慢就去电脑 就比较特殊的就是说 本来好像说我们去加益电脑 然后慢慢的 我去用了很低线的电脑 甚至我回到最盐老的手工生产的模式 用Live Show Live Show就是透过排言 我们要在真假的辨证里头 我们想要环普归真 这是一个比较最近 比较深刻的东西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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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時候 我們的雖然是大了 雖然真的從大了 我們也看過台灣人 變成亞洲的思想 看到台灣的新生 也看到台灣現在的營養 所以我們這也帶著我們 一定要有一個展示 不懂聽到什麼 其他人的 其實我們知道在你的創作裡面 包括模特兒的選角 包括所有的布景的背景的製作 還有道具的設計 還有所有的機械裝置的安排 這裡面其實有你每一個角部分 都有你親自的一種調度 跟親自的設計的身影在裡頭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就是說我們知道你的這個作品的變化 從早先到現在的這樣一個 從繪畫逐漸轉向於多媒體影像 裝置的這個過程裡面 你怎麼看待這一次回來 用同一件作品重新去解釋 我們看起來好像有一種鬼魅感 有一種淒美感 有一種愛情失落的感覺 你能不能調一下 這樣一個情感之間的一個關係 我覺得可能跟自己的生命的歷程 就是說我最早做到 再會把春秋葛最延伸版的 那個作品的時候 是剛好我祖母在我40歲的時候 她過世 那對親人的過世 還有自己的40歲嘛 就是人生進入了一個不惑 就是說我們小有基礎 就是開始會去回顧自己的人生 那我想30歲的人生可能還在打拼 40歲的時候我在晚婚我小孩都生了 所以40歲的時候 我重新審視一次自己的生命 但是我這一次我是用審視我的創作 再回去深深的回眸 就是說你很深情很深情的 對以前的作品 重新用這個時代的語言